9月17日在台东荣民医院举行精神复健家属座谈会 在场的人包括家属以及医院的医疗人员 一同来为本日的活动进行成果意卖活动 觉得非常的欣慰 尤其像各位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 是我们从过去的荣福处争取过来的 那我们医院是一天一天在长大 我们现在已经是整个台东地区最大的精神医疗院所 那也负担我们这边的最大的精神医疗的责任 那我觉得我们医院的最大特色不在于 不在于说我们的设备好 我们的人员各方面都很齐全 专科的人员都很齐全 还有整个荣民系统的支持等等 我觉得我们是有一个很强力的一个团队的概念 更在会中宣告近期目标和未来的计划 陆续加入阵容的新加入医师也都一一的介绍 看得出这次院方对于此次团队更加有信心 而荣苑精神科也提到了 治疗病患不仅要改善症状 更要积极的来复健 也预计将加开复健病床60位 提高医院设备不足 现在感觉成长茁壮的还蛮顺利的也蛮大的 那家属当然会是我们跟家属交成提单 那我们让家属知道我们做了什么 那我们目前的 我目前的床位属是急性20床 慢性是120床 那我们的慢性病房比较特别是 我们不以收治病人为目的 我们希望以帮助病人回到他的生活 回到他的工作为目标 所以我们称为复健病房 家属对于自己亲身面对自己的亲人 得到了这精神方面的疾病 的确也需要有医师的在旁协助 才能更有信心来帮助亲人恢复以往 其实对老公来讲 他整个可以恢复到他以往的正常生活 那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疾病当中 尤其是这种精神疾病忧郁症的同时 最辛苦的是家人 台东是后山 许多的医疗都跟大都市来比 真是天地之差 但这些努力都由家属脸上 看得出成果 真的感谢这些白衣天使 让地处偏远的台东乡民 能够也有适当的照顾 以上新闻是由记者张云晨的 采访报导